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次的 在台南的这个黑金风暴 真的是狂暴 而且狂烧 在昨天台南市议会开议了 那因为邱莉莉还有林志展 涉及了这个政府议长的会选案 所以呢 在被起诉之后呢 这他们首度进入到市议会主持 当然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市议员 就拉起了布条抗议 说这个台南人很不爽啦 赖清德主席打脸 赖清德市长啦 要求邱莉莉请假 并且离开主席台 好这一段呢 很多人都在讲是说 你要不要比照这个李全教标准 在八年前的时候 台南市议长当时李全教 涉入会选案 邱莉莉直接抗议李全教是买票议长 而当时台南市长赖清德 很有名的是这一段 两百多天都不进市议会 所以呢他们来的市议员认为 邱莉莉这次因会选案被起诉 必须要以同样的标准来负责 好甚至这个林彦祖还讲了一句话 说不然赖清德2020会被你给害惨 好所以拿着请假单呢 要他签名 但是邱莉莉说 他已经签到出席了 拒绝签这个请假单 那反而是民进党的市议员蔡立清 跟国民党拼命的这个吵闹 而且对呛 还在台下排桌 好那邱莉莉还有特别重申说 我今天已经签到没有必要请教之外 我和副议长林志展没有买票 是受到36名的议员肯定支持才当选的 而对于涉及会选被起诉 我会坦然面对 这个案子目前还在司法进行中 不适合在议会上谈论我的个人案件 好他说他没有买票 是受到36名议员肯定支持才当选的 没有买票 那当时被检掉监听的这段议文 就摆在这边啊 那时候我们还花了时间讨论 清清楚楚 邱莉莉卖财产花上议员选议长 监听议文里面其中提到这一段 是他自己讲的 他说没有推倒这个欧民的 算我漏气 那这个清清楚楚都在这里啊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就是说没有买票 好这个部分 我先请教这个蔡振元委员 对这一次显然嘛 不管是黄伟哲也好 或者是赖清德也好 反正双标 也不可能回到在2008年 当时对于李前教的标准了 赖清德在竞选台南市长的时候 邱莉莉就是她的发言人 她的很重要他的爱将啦 对对没有错这样解释对 所以赖清德对自己的人 当然手会比较软 对没有办法高举她的刀德标准 也没有办法高举她的所谓的 司法正义的口号 但是这个这一段时间来讲 我们国民党里面的选对会 也有炒过李前教的问题 对 但是李前教的问题跟邱莉莉有一个 在司法上很类似 但政治上本质不一样 邱莉莉会选 然后被指控会选的对象 都是民进党的议员 就是一个跟她不同派系的议员 她去会选 那这个会选民进党的议员 对民进党来讲当然很难看嘛 这个可是不要忘记哦 这个李前教被指控会选 会选的对象也是民进党的议员 这才有趣李前教不是会选国民党的议员哦 因为在台南地区 我们不能否认啊 她是一个蓝大于绿 所以民进党的议员比国民党的议员还要多 当然还有一些无党籍的议员 所以你要就一个国民党人的议员 想要选上国民党的议长 巩固自己国民党的议员啊 已经没有用 为什么 习数就是什么比的比的很少啊 所以一定要拉拢无党籍的议员 可是拉拢来也没有办法过半啊 所以一定要什么呀 去拉拢民进党的议员 所以李前教当时就拉拢了 四票民进党的议员 那据说是用会选的方式去完成的 那对于賴清德来讲 哇情侯一看 你挖我墙角耶 你挖我的不只墙角 一个叫柱子 就是很大的柱子了 所以你挖动我 她当然心里面就很不爽 然后所以就拒绝去出席这个议会 然后对议会进行很强有力的批判 跟斗争 然后也发动了这些什么检调单位啊 来调查这个李前教 但李前教那个案子 没有像邱莉这么直接喔 你只是那个好像会选的政绩相当薄弱 一绕绕了好几转 所以李前教判刑没有很重 跟这个有关系 就拉很远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喔 李前教算是国民党的类似 然后因为她是说 买的是民进党的议员 司法上当然是不对 可是在这个政治上喔 这个你去 策动了对方的人喔 那是一种政治上的胜利啊 那一样 可是问题是邱莉不一样喔 因为她自己党员的票都要买 这个是对民进党的面子上很难堪 可是还被李前教挖走了更难堪 所以你看嘛 黄伟哲怎么办呢 坦白讲那些都是赖兴德的人嘛 都不是黄伟哲自己什么 血肉相连的干部的关系 都没有这种关系 所以黄伟哲也只好怎么样 装作没看到啊 不然你怎么办呢 那赖兴德要不要处理呢 他说喔有有有 我们都已经把他最严格的党绩处分 停权三年 三年以后到照常退选啦 这有点的假动作 让老百姓就看破这个赖兴德的手脚 赖兴德你大可以下令叫黄伟哲不要进议会啊 对不对 比照你啊 你为什么不敢呢 第一个他不敢 第二个要做假动作 那第三个呢 你怎么会说 李前教来收买你民进党的议员的话 你这么愤怒 你自己人收买你自己的议员都不愤怒 你自司法遗和地 你现在不是选总统吗 你司法可以这样践踏吗 所以真的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这里面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邱立医是直接了当涉及到汇选 跟李前教间接汇选不一样 所以他的罪行一定会比较重 而且重很多 只是国民党 所以只好国民党的议员心里很不平 跑出来抗议嘛 当然这两天国民党人 就是很多人这时候抓着李前教 说你是慧选黑金 我想一想 他也不是黑道跟黑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说金嘛 我举一个例子 在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这个李登辉当时的情报人员 去策动了一个中共的一个少将 叫刘连坤 那提供了很多台湾的情报 就刘连坤啊后来被这个中共啊 判处死刑枪毙了 可是在我们的国安局里面 我们把它当做烈士来摆 烈士来摆 换句话说 这种角色是因为不同立场的时候 就会有好坏的问题 那我是觉得 所有的国民党人要收李前教 汇选都不够资格 因为他汇选的是民进党的议员 所以你国民党人要收李前教汇选 要把李教教当烈士才对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前段时间 有点搞乌龙案 顺便比较一下 政治上的差异就在这里 今天这个如果是邱莉莉 是收买国民党的议员 大概 黄伟哲就会拒绝去进一会了 但是收买自己的人 哎呀不好讲话吗 所以民进党呢 党内天下一乌鸦一般黑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他是长时间的细火去熬煮他 把所有的鲜味呢 供野到一炉进去 里面的蛋白质啊 他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我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蜡七 CTI我蜡七